柯文哲市長 柯文哲市長您好 這次是您是第一位市長在歐洲議會要發表演講 那關於這個演講主要的題目跟主旨想對歐洲的觀眾傳達是什麼 傳達一個叫做台灣作為一個中華文化圈裡面的 特別是台北市的 作為一個中華文化圈裡面的城市 它如何去結合所謂西方的進步價值 然後產生它自己的台灣價值 您這次是第一次這麼長期的在歐洲做訪問 那這次訪問的主要的目的是什麼 這次來很多國家的 因為從荷蘭到這次布魯塞比利斯 然後再去華沙再去伊斯坦堡 所以這個常常是要出來一趟不容易 所以既然出來就全部跑完了 那當然荷蘭主要是產業 因為事實上台灣跟荷蘭的經貿往來相當多 特別是荷蘭在台灣有很多投資 那這幾年我們台灣在荷蘭有很多大廠 包括這個華碩這些 還有這個傑安特 所以事實上我們台灣 我這裡都可以感受到我們台商在這裡的實力很強 那未來台北和歐洲城市會希望在哪些方面做更多的合作跟發展 剛才講過嘛 第一點是荷蘭嘛 再來是我們來歐盟嘛 這個是布魯塞 其實我一直覺得說過去長期以來台灣 事實上歐盟如果比人口土地跟美國是差不多 甚至比經濟實力 可是長期以來台灣一向是很偏重美國而忽略歐盟 所以我倒覺得這種戰略平衡來考量 台灣應該跟歐盟有更多關係 所以這一次才特別來歐洲議會拜訪 那去華沙是這樣 因為事實上華沙是台北市的姐妹市 那差不多20年沒有來往 所以趁這一次去看 那另外去醫師談保 是因為最近土耳其政府要捐助台北市政府蓋清真室 所以這個是幾十億的事情 所以要到土耳其去跟他們的宗教部大概談一下